底下一个问题 就是拜佛念佛 要想做到群心专注 是不是与平时 多听经明理 有关系 换句话说 道理明白自然可以一心 强求一心 也是妄想什么 对的 一心不能强求 强求就是妄念 妄念 怎么会到一心 一心 怎样才能得到一心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好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是真正的一心 理一心 那么如果只放下 执着 不执着了 还有妄想分别了 叫四一心 那个不是李一心 那么在华严经上 我们知道 这个标准 李一心 是破一瓶无名 振一分发身 那是李一心 无名没有破的时候 都是四一心 那由此可知 摄法界里面 四圣法界 是四一心 圣文 原觉 菩萨 佛 那么这四个等级呢 就是四一心里头 有分四等 不一样 超越舍法界 那才叫李一心 李一心里面 有没有等级呢 也有 怎么知道有呢 华严经 华严经说 法身菩萨 有四十亿个阶级 那就是李一心的 等级不一样 但是 李一心里面 说实在话 这个界限 是很不容易 观察到的 因为他都是 不起心 不动力 那等级差别呢 那就是 无时无名习气 内断 差别在这个地方 对于 法身菩萨来说 他跟 释法界众生 感应到脚 硬化在释法界 那个智慧 各能 完全 完全 没差别 差别 直视 无名习气 后博 不一样 不像呢 这个 这个设法界里面 这个设法界里面 这个差别现象很显著 我们很容易就查出来 所以 对于 这个 听经 言教啊 确实是有 很大的 关系 那么 那么多听经 多学 经教 你知明白 那么下手之初 我常常讲啊 我们是凡夫啊 凡夫要想 做到一心不乱 说老实话 李一心 这三倍分 四一心 恐怕 也达不到 那怎样呢 功夫成片 可以知道 那功夫成片呢 深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 同居图 古来祖师大德讲的 万修万人去 就是这个地方 不是说社报图 也不是说方便图 同居图 真的是万修万人去 这个是西方净土 无比殊胜的 这个教义 我们要明了 那么功夫成片 等级也不一样 最低的等级 就是你心里的 真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啊 这个心里什么都没有 这就成片了 那么对于你 这是工作防不防盖呢 一点防盖都没有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谭虚老法师 在香港讲的 别的地方 我相信他也讲 我们是在香港听到的 听他老人家说的 他在东北 他是东北人 哈尔滨 吉洛寺 是他老人家建的 吉洛寺建成之后 他是方丈和尚嘛 他就开建 请他的老师 地贤老和尚 当界和尚 做这么一个大的法会 庆祝道场 洛寺 当时 有一个出家人 叫修吾斯 那么在 这个 这个 传界当中啊 讨一份工作 就是照顾啊 在戒期当中生病的 这些戒指 他发现照顾 修吾斯 没念过书 不认识字 没有出家之前 他做泥水匠 生活也非常辛苦 出家之后 在寺院里面 都是做苦工 粗重的 这个和他来看 像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仲裁啊 这个 寺院里面呢 这个搞卫生呢 他他他搞这些东西 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 他什么都不会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居然在戒期当中 欲知实质 往生 他在戒期还 还没有多久啊 就向老后上告假 谈老很有修养啊 无所谓啊 来这不拒 去这不留啊 当家是定习老法师 晚年都在都住在香港 定习老法师 就没有 谈老啊 那么样的慈悲 就责备他 你来了才几天 开戒嘛 两个月嘛 你能戒期完了 你再走 怎么搞现在你走了 他告诉两位和尚 他说 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后来这两个人带出了 到极乐世界 你你你真的有把握吗 有把握 什么时候 不出十天 那这个老后上就 很惊讶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事情 我就答应他 第二天他又来了 这老后上我明天就走了 赶紧给他准备后事 他到底真走了 你看没有生病啊 那么清楚啊 这是什么 功夫成别 没有别的 他心里头 那么多年来 这个这个出家修行 就是一句佛号 他什么都不懂 寺庙里面的工作 做得比别人认真 为什么修福啊 佛会双修啊 念佛是修会啊 工作是修福啊 佛会双修啊 他拯救了 第一天老后上 看到这个事情 在传结的时候 跟大家讲 这是最好的榜样啊 所以为大众佛物 大众对他并不感激啊 他也没有什么地位 也没有什么声望 在寺院里面做苦工的 谁也瞧不起 谁也瞧不起 他圆满功德 人家赞叹一分呢 他功德就减少一分了 没人赞叹他 一般人看到嫌弃他了 你这个做得还不够好啊 所以他修的是圆满功德 真值得厚人效法 所以心里面啊 是什么样工作 照干 无所谓 离私无碍 四思无碍 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 多清净啊 这就成就了 如果心里面 还有自私自利 还有是非人物 那就完了 那就是轮回心啊 在道场是造轮回业 这个就很可怕了 下面一个问题 现代学佛人 度佛经不能安心 是不是应以天经为主 等天经明理 心定了再度今 可以 心不定 读经也行 也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呢 你要懂得 你的心为什么不定 总而言之一句话 放不下吧 你心才不定啊 如果真的 把一千万元都放下了 哪有不定的道理啊 明理更好 定身会呀 不明理呀 也能够得清净心 清净心 其作用 救生智慧 所以佛祖教人 先把心定下了 自然智慧就开了 这个当年 当年张家大师叫我 看破放下 从哪里做起 从放下做起 你要不肯放下 永远不能看破 看破之后啊 你就放下更多 所以放下帮助看破 看破又帮助放下 这两个方法 相扶相振 从出发心 倒入来地 这是修行的秘诀 你看破多少 你就要放下多少 如果说 我看破了 放不下了 那没用处 那说老实话 你也没看破 真看破 哪有不放下的道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好